2000兆宽带跑满的速度大概是2300兆 这样的速度下载2G左右的游戏只需要10秒 那么什么样的手机能跑2300兆呢? 本视频将带你测试高通骁龙8进3和天玑9300芯片的手机 我之前测试用的手机一直是爱库NEO 9 Pro 它的芯片是联发科天玑9300 搭配的WiFi模块是MT6639 之前的测速表现还行 但是不知道高通那边会不会更好一些 所以又买了台价格接近的红米K70 Pro 它的处理器是骁龙8进3 WiFi模块是WCN7851 从SoC-PK查询得知 天玑9300的CPU性能比骁龙8进3强 但是差距不大 具体效果还要看实际使用中的调度 WiFi芯片方面 联发科MT6639工艺制程为7纳米 高通是14纳米 推测年发科的射频前端更好一些 下面我们实际测速对比 首先测近距离的最大速度 录游器用的是中芯BE5100 Pro加 单条千兆宽带 两台手机放在一起测试 蓝色边框的是NEO 9 Pro 黑色边框的是红米K70 Pro 录游器的QS功能保持关闭状态 使用全球网测APP 第一次测速 红米1312兆 iQOO是1284 第二次红米1280兆 iQOO是1307 对于它们来说千兆宽带没有任何压力 我们再试试双线叠加 两条千兆宽带叠加后测速 首先测红米使用花瓣测速APP 第一次1963 第二次2187 第三次1648 第四次2230 换iQOO测试 第一次2142 第二次2219 第三次是2167 我再打开手机的CPU频率显示 看看测速时CPU的调度 红米K70 Pro跑下行的时候 CPU频率没有跑满 波动比较大 软件用的是华为开发的花瓣测速APP 难道是小米对华为的软件做负优化吗 我把软件换成了全球网测APP 再次测试还是一样 测速波动比较大 CPU频率没有一直跑满 上面显示的温度也不高 这样的调度太保守了 手机换成Nio 9 Pro 用全球网测APP测速 CPU频率瞬间飙到最高 同时最上方的电流并不高 随便测几次 基本都能跑到2000多兆 很稳定 换成花瓣测速APP 又测了三次 CPU频率同样飙到了最高 测速结果也是很稳定 我再把手机转个方向 横向测速 直接跑到了2321兆 第二次是1997兆 我再调整一下角度 跑到了2332兆 之后是2167 再测一次 结果是2326 我再试试红米横向放置 第一次2154 第二次2172 第三次2010 高手巅峰对决 胜败往往就差那么一点点 接下来我再换个路由器复测 使用小米万兆路由器 它采用高通芯片 Neo 9 Pro测三次 最高的一次是1917兆 我们再换K70 Pro 它的写上速度是2882 花贩测速第一次1261 第二次1930 第三次只有几百 又测了一次 1681 我怀疑外网不稳定 又试了2.5G局域网测速 两部手机区别不大 K70 Pro下行稍微快一点点 这次测试上行速度比下行还要快 有点奇怪 再把路由器换成中心的测一下局域网 Neo 9 Pro测速正常 下行1.9G 上行2G K70 Pro速度又不正常了 经过多次尝试 比较好的素质是下行接近2G 上行只有几百兆 我一直有个疑问 协仓速度更快的情况下测速也会更快吗 我将AiQoo Neo 9 Pro的协仓速度弄到了3570兆 手机直接塞进路由器测速 下行2.3G 上行2.2G 调整一下位置 下行也能跑到2.3G 提升不是太大 与手机横向放置的表现一致 红米K70 Pro的协仓速度始终不变 一直是2882 实测结果是下行2G 上行速度还是不太行 近距离测速 联发科更好一些 我们再看看穿墙后的表现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套内面积80平 为了模拟网友们的大耗子 我将路由器放在图上的A点 路由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中芯B5100 Pro家 单独的5G Wi-Fi 几乎每个点位 爱库Nio 9 Pro都比红米K70 Pro好 再看下面 路由器换成小米万兆也一样 K70 Pro仅仅在A点的下行 超过了Nio 9 Pro 其他点位都差了一大截 在测试之前 我没有想到这两款手机 穿墙后的表现差别那么大 当然测速好坏 不能完全代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 我们再下几个游戏试试看 首先是K70 Pro 它自带的小米应用商店 可能限制了IP 我多次测试发现 总的下载速度 只能跑满千兆宽带 Vivo的应用商店 速度叠加正常 总的速度能跑到258兆 超过了2000兆宽带 我在K70 Pro又下载了 腾讯的应用宝 再次测试 多现成的情况下 总速度可以跑到248兆 大约是2000兆 我没有想到第三方的应用商店 跑得比小米自带的还快 最后总结 采用高通和联发科 旗舰芯片的手机 基本都能跑满2000兆宽带 但是因为高通处理器 调度不够积极 加上穿墙后速度下滑较大 实际测速很难跑到2000兆 更不要说2300兆了 如果你对WiFi的要求很高 追求极致的测速体验 那么我只推荐 天玑9300芯片的手机 路由器方面也建议选择联发科 比如目前比较热门的B1500和B1700方案 它们的测速表现都不错 高通芯片的路由器 单单从小米万兆来看 测速上限不行 不知道是系统问题 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接下来我准备给小米万兆 刷上第三方系统 然后再看看实际测速表现 如果你也对路由器的刷机 和测速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账号 你的关注就是我折腾下去的动力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